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勋才说 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不是政治活动 而是一场全国性运动 他是在一场对话会上 就政治多元化的提问做出回应 黄勋才同100个本地青年进行了对话 与会者就气候变化、社会问题 以及生活中的优先事项等课题分享观点 出席对话会的还有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利医生 对话会由新加坡政策研究所主办